罗洛斯是给蒙古做狗腿子起家的 相当于唐朝冒年的时候 东平原成立了一个叫罗斯的国家 由于首都定在基辅 也叫基辅罗斯 要说基辅罗斯有什么文明吧 也谈不上 基本处于中国的夏商时代 为什么不说州呢 因为他连一套像样的继承制度都没有 况且那年头欧洲都处于黑暗时代 日子苦得要死 基辅罗斯就像村里的王二麻子一样 平平无奇 和所有国家一样 基辅罗斯有过一段黄金岁月 但终究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袭 逐渐分裂成18个宫国 他们成天为了地盘和利益互相攻伐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基辅罗斯的大宫也将把国家重新统一起来 可惜力量对比太均衡 没有实力碾压对手 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过 直到历史等来蒙古 13世纪初的蒙古太生猛 一方面是蒙古的制度和战术优秀 一方面是世界各国都处于分裂和衰弱时期 基本没人能在蒙古手下走三回合 No 基辅罗斯就是分裂的典型 1235年 成绩四汉的孙子拔都奉命戏征 两年后攻入分裂的罗斯诸国 再过三年攻克首都基辅 并且按照惯例毁城杀人 随后 拔都率军横扫波兰和日耳曼 一路打到匈牙利才停下脚步 至此 大半东欧被蒙古金杖汉国统治 虽然金杖汉国的势力强大 但蒙古人口很少 不可能直接统治征服的 便和后来的世界霸主英美一样 扶持代理人 实行剑技统治 莫斯科公国成为被蒙古选中的幸运儿 当时的俄罗斯公国实力非常弱小 根本不可能对蒙古产生威胁 扶持这么个弱机对抗强大公国 显然是很划算的买卖 毕竟扶持强大公国的话 很可能得到蒙古的资源以后 调转枪口反抗蒙古 如果扶持弱小的莫斯科公国 他还不敢动得冒鼻涕泡 于是 俄罗斯公国立刻向蒙古表中心 感谢太军赏识啊 属下一定努力欺负同胞 让太军欢心 看好你哦 这是两块骨头 拿去砍 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套路 从此以后 莫斯科公国走上邪蒙古以令诸侯之路 每当莫斯科公国跟周围公国起摩擦的时候 他就去报告蒙古大汗 隔壁老王欺负我 这哪是打我的屁股 这是打您的脸啊 蒙古大汗为了帮助小弟出头 便要派出军队打隔壁老王 所以 罗斯诸国的实力永远是均衡状态 谁都不能太毛奸 谁也不能太落后 一家人永远整整齐齐 蒙古的金帐汉国站在远处 手里握着两块骨头 脸上露出老父亲的笑容 1328年 莫斯科公国击败劲敌特维尔公国 被蒙古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 成为罗斯诸国的法定领导人 更加粗壮了几分 有了这两项特权 莫斯科公国可以理直气壮的 发号施令 原本隔壁老王只要交100块的税就行 莫斯科公国赶狮子大开口 要300 反正蒙古只要规定的数额 剩下的基本被莫斯科吃回扣了 隔壁老王要是敢有意见 呵呵 是不是明目张胆的反抗大汗啊 来人 我要代表大汗惩罚你 这种流氓手段谁受得了 赶紧花钱买平安吧 谁让莫斯科公国是蒙古的大狗腿子呢 社会人惹不起 这样日积月累 蒙古的金账汉国赚到多少不知道 反正莫斯科公国赚大发了 而且莫斯科公国常年狐家虎卫 动不动就扮出蒙古吓唬同胞 逐渐培养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权威 不管经济或者生活 其他公国都有点怕他 这就是一种惯性 类似于普通人做官久了 总会产生一点依止气势的官气 那个弱小的公国早已经飞昔比 蒙古对于俄罗斯的意义 其实是一次技术升级 在蒙古大来之前 罗斯诸国很原始 各国大公不是顺位继承的 而是按照家族辈分 流动继承 可能某公子的父亲是大公 但是父亲过世之后 大公宝座就跑到二代的家里去了 每次出现人事变动 所有人都要迁徙到固定领地区 一辈子连不动产都攒不下 乱得一塌糊涂 蒙古来了之后 用的依然是东方极权制度 包括傅斯子继 统一税收 官僚制度 抽调兵员等等 莫斯科公国在做狗腿子的过程中 逐渐发现这些东西是真的好 便开始到处模仿蒙古 整整用240年时间 终于学的差不多了 自从伊凡伊士起 每个莫斯科大公 感觉自己快要死的时候 赶紧学习蒙古大汗 写下一兆 命令长子继承大公宝座 其他人有蒙古的先例 也不好意思避避刀 而且罗斯诸国有一个贵族阶层 类似于中国春秋时代的士代夫一样 不想在某国效力了 就收拾破盖到另一国效力 这个国家甚至可能是某国的敌人 贵族们不管 某国的田产还是世袭的 本国大公不能随意没收 毕竟世袭财产不能侵犯啊 莫斯科公国又从蒙古学到反制的办法 既然贵族们可以来去自由 那好啊 我绕开你还不行吗 于是历代大公在平民阶层选拔人才 逐渐建立起贵族体系之外的官僚机构 形成一股独立于旧传统的势力 此消彼长之下 贵族们开始失去权力 成为君主的附庸 只有两项技术升级完成 其他改革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喜欢集权的原因 后来英法都爆发各种革命了 沙俄还是军权强大的帝国 好不容易沙俄下线 先建立起来的苏联玩得更狠 苏联解体之后 普京又在俄罗斯干了20年 昨天刚出来的新闻 估计还要继续连任 明明是金发碧眼的斯拉夫人 却完全和西欧小伙伴玩不到一起 其实都是有历史传统的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 俄罗斯是一个东方式的国家 区别无非是中国在儒家文化圈 俄罗斯信奉东正教而已 蒙古帮俄罗斯公国技术升级之后 自己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 莫斯科公国的手段贼六 多年来利用蒙古权威 树立自己的权威 并且用收税节流的财富 收买吞并蚕食其他公国的领土 逐渐成为罗斯诸国真正的大哥大 而且他弱小的时候抱蒙古大腿 合伙欺负底层人民 一旦强大起来 马上对底层人民说 你们的生活惨 完全是蒙古人作孽 以后要跟着我一起打蒙古哦 买块豆腐壮子的心思都有 当时的蒙古金帐汉国 已经分裂成碎片 有什么西伯利亚汉国 喀山汉国 克里木汉国等等 金帐大汉的一点可怜地盘 被称为大帐汉国 于是莫斯科公国 又把蒙古曾经做过的事情 重新做了一遍 比如挑动各汉国之间的矛盾 联合其中一个汉国 攻击另一个汉国 直到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止 1480年 莫斯科公国和克里米亚汉国联盟 一起出兵 灭了大帐汉国的阿赫马汉 蒙古统治基本终结 70年后 伊凡四世占领喀山汉国 克里木汉国 阿斯特拉罕汉国等蒙古领土 成为东欧平原的王者荣耀 1547年 伊凡四世称沙皇 莫斯科公国终于走完了 数百年的狗腿之路 俄罗斯国家正式诞生 伊凡四世的老婆有个侄孙 1613年 在一连串政变后 被选为沙皇 开创了罗曼诺夫王朝 直到一战期间被推翻 皇室家族被乌尔什维克同志枪决 果然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不过 伊凡四世称沙皇之后 开启俄罗斯 史无前例的扩张 那个对领土有执念的俄罗斯 终于来了 俄罗斯的开局地缘在中东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 整个中东都是大平原 只要敌人的骑兵想入侵 可以一马平川的直倒首都 刚独立的俄罗斯 总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 生怕蒙古或者欧洲 再冒出一个猛人 把俄罗斯按在地上摩擦 但是东欧平原方便敌人入侵 反过来说 也方便俄罗斯扩张领土 既然如此 那就主动出击吧 当然 开疆拓土是所有国家的宏愿 却不是每个国家都能顺利扩张 又不是打游戏 点点鼠标 直接推过去就行 俄罗斯有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 莫斯科真的是好地方 莫斯科河穿城而过 并且通过拉玛河 把奥卡河 富尔加河连接起来 这样一来 莫斯科就成为各种水路的交汇点 商人和军队在莫斯科坐船出发 只要顺流而下 就能到很远的地方 这就像中国的长安一样 到渭河边坐条船 眼睛一闭一睁就到河南了 再一闭一睁 已经到山东了 选到这么有利的地缘城市 也不知道祖宗在哪里买的外挂 第二 从黑海到太平洋 有一连串天险 比如高加索山 离海 咸海 星都库什山 帕米尔高原 蒙古戈壁 这些天险都在俄罗斯的南边 把东和亚洲平原包围起来 而平原北边是北冰洋 东边是太平洋 西边就是德国和波兰 发现没有 这就是一个被包围起来的容器 只要俄罗斯不作死 翻越天险 在这个广袤空间里 完全是无敌的 而且一旦在南边的山脉里 修建军事基地 普通敌人很难攻进去 面对如此有利的条件 俄罗斯人出发了 1581年 伊凡四十发布命令 让伊尔马克带着840名 哥萨克起兵 越过2000英尺的乌拉尔山 征服古属汉的首都西比尔 俄罗斯用西比尔为名字 命名了东方的整片大地 这个名字 用英语翻译过来就是西伯利亚 此后几十年 无数冒险家和游击队向东前进 走到哪里都要建立标记 召告天下 这里是俄罗斯的国土 相当于明朝末年的时候 已经有俄罗斯人出现在黑荣江北岸 那个时候 李自成在河南造反 崇祯在皇宫打补丁 陈元月在江南唱歌呢 说到这里就有个问题 西伯利亚那么大 为什么就没人反抗呢 其实不是没有反抗 实在是打不过 西伯利亚那种鬼地方 几万年来都没什么存在感 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人 基本都停留在士族社会 以打猎捕鱼为生 能有什么战斗力 俄罗斯虽然比西欧落后 但毕竟是一个地区强国 和西伯利亚的原始部落相比 简直是文明代差的碾压 很可能俄罗斯人骑马溜达好几天 都见不到活人 一不小心死在那里 都没人知道 可以说西伯利亚就是俄罗斯冲话费送的 后来俄罗斯人走到太平洋 发现没路了 于是掉头南下进入东北 他们以为东北和西伯利亚一样 都是没有国家主权的无主之地 万万没想到东北是大清的龙兴之地 于是康熙皇帝带兵北上 和俄罗斯在亚克萨开战 最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划定边界 才算阁止住俄罗斯的领土野心 此时俄罗斯的领土基本定型了 俄罗斯人也不是天生的战斗民族 放着东欧的好日子不过跑到西伯利亚 顶风冒雪做野人 难道是有毛病 其实主要是有利可图啊 西伯利亚不是人口不多吗 以至于森林长得特别茂盛 而森林又是动物的天堂 俄罗斯人就是冲着这些动物去的 对 吸引俄罗斯的就是皮毛 那时候西欧发起大航海 已经快两百年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英国 法国等老派资本主义国家 在全世界赚钱赚疯了 而人一旦有钱 冒出来的念头 基本是享受生活 什么包包项链 大衣香水 统统弄到身上 要不然怎么证明 已经发家致富 笨小康呢 所以做包包和大衣的皮毛 成为西欧紧缺的奢侈品 俄罗斯就是赶上这个风口 才有开拓西伯利亚的原始动力 果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仅仅在伊尔马克 开拓西伯利亚的六年后 俄罗斯每年就可以得到 20万张黑貂皮 1万张黑狐皮 50万张松鼠皮 卖到西欧狠狠发了一笔横财 为了保证利益最大化 俄罗斯政府垄断了西伯利亚的皮毛贸易 不允许私人和西欧交易 而是必须先卖给政府 再由政府统一出口到国外 据统计 俄罗斯每年的国库收入 皮毛贸易占到7%到30% 如此庞大的利益 哪个国家遇到都不可能放弃 你堕你也麻 为了赚取商业利润 无数俄罗斯人涌入西伯利亚 扛着猎枪到处捕杀动物 为国家出口创会 做点微小的贡献 而且俄罗斯在东欧用的是农奴制 很多农奴受不了压迫 也跑到西伯利亚混饭吃 不管种地还是打猎 起码不是奴隶了 到1900年的时候 西伯利亚已经有了100万人口 虽然人口不多 但起码把这块地方占住了 西伯利亚也就成了 俄罗斯自古以来的领土 俄罗斯在东线的扩张石头很猛烈 西线却一直受阻 为啥 欧中牛逼 俄罗斯的西线周围是波兰 瑞典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别看这些国家现在没什么存在感 当时可都是强国 再向西是奥地利 德国 法国和英国 看看这些国家 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角色 俄罗斯原本就没有海洋贸易线 也没有贸易生产的技术升级 想提升国力 只能向西欧学习 西欧又紧接着爆发的工业革命 更是和俄罗斯产生技术代差 虽然限制于国土面积不能碾压 但是遏制俄罗斯完全没问题 这样的局面 让俄罗斯向西扩张 实在是强人所难 而且欧洲一直有军事的传统 任何国家有一家独大的意思 其他国家马上联合起来干掉它 神圣罗马帝国 拿破仑 希特勒都是这么被干掉的 当初伊凡四世想和英国建立军事同盟 隔壁的波兰恰懵逼了 东西两个国家联盟 是不是要瓜分波兰 于是波兰国王赶紧给伊丽莎白写信 千万别听伊凡胡扯 我们现在能战胜他 就是因为他们落后 除此之外 德意志诸侯也不向俄罗斯戳口火炮和弹药 生怕把俄罗斯武装起来 转头就成了德意志的敌人 欧洲不允许有霸主存在 总之呢 俄罗斯的技术没有优势 国力不能碾压 外交还要遇到为之堵截 不衰落就不错了 还谈什么开枪拓土 所以伊卡吉林纳大帝夺走立陶宛 拉托维亚 白俄罗斯 乌克兰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 又在一战之后基本都送出去了 后来苏联强势崛起 想都扩张一波 然而苏联解体之后又纷纷独立 国土面积由苏联的2240万平方公里 跌落到现在的1707万平方公里 这么一来一去500万平方公里没了 普京已经空晕在厕所 现在的俄罗斯虽然有里海 黑海 波罗的海等三个西游海岸 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出海口 而在东西 由于面积太大 人口跟不上 已经占领的阿拉斯加也守不住 只能以720万美元卖给美国 平均每五土地两美分 原本苏联想在二战后 占领日本北海道的 也被美国坑了一把 毛都没摸到 经过几百年的东征西逃 俄罗斯的面积基本没什么变化 依然是在那个四面包围的容器里 换句话说 俄罗斯的扩张已经到达边界了 我们之前说过 俄罗斯能有如此庞大的国土面积 完全是吃了地缘红利和皮毛贸易红利 毕竟重赏之下必有勇富 没人和钱过不去 但是俄罗斯能吃尽这两项红利 还是利用靠近西欧技术发源地的优势 欺负一下西伯利亚 中亚 大清 这种老弱病惨 在正儿八经牛逼的欧洲 基本没占到什么便宜 任何红利都是有保质期的 当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崛起 东亚的新中国和日本 相继成为世界第二 俄罗斯的红利就结束了 于是 南斯拉夫被卖了 日本在东北刷了一波武力 新中国又把苏联顶在黑龙江 他还扩张个屁呀 到20世纪后期 苏联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阿富汗一带 现在俄罗斯刷存在感的地方 主要是中西亚 你看 还是在欺负老弱病残 所以大家不要对战斗民族过分崇拜 没必要 中国从河南出发 一直把庄稼 种到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骄傲了吗 昨天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发了一条信息 说要庆祝海参威 建成160周年 而这片土地 是俄罗斯从中国夺走的 这明显是在中国的伤口上 撒老干妈 所以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是老弱病残的时候 俄罗斯陆续侵占150万平方公里土地 现在中俄实力此消彼长 才能坐在一起谈合作 一旦我们再次沦为老弱病残 俄罗斯肯定不介意再来咬一口 自强不息才是王道啊 不过现在看来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头上写着老弱病残的 肯定是俄罗斯 这样的邻居才是好邻居 倒下的俄罗斯才是好的